自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 他紮根基層 足跡遍佈深井鎮18個村舍區 373條自然村 他精準施策 有效推動了全鎮低收入家庭 步入全面小康的快車道 這期的黨建聚力賓小康 我們去到深井鎮 認識一位優秀的基層黨員幹部 李國貫 所以要有很多銀行 開入牌要甚麼事要解決 不如等個趕 好 每逢水道收割結束 就是陳春明最忙的時候 作為原來井西村委會 平朗村的精準貧困戶 今年40歲的陳春明 想到幫人打田這個門路 但因為沒有錢購置打田機而擱置 2018年在積極申請後 陳春明獲得注點幫扶單位 4.56萬元的精準幫扶項目資金資助 成功購買了一台打田機 幾年前沒有打電機 以前只構造三共 生活不夠穩定 所以年收入有兩萬多元 生活比以前還好多 在黨和政府的關懷 和自身努力下 陳春明現在擁有三台打田機 服務周邊農戶 並在去年成功脫貧 他當時說要自己的具體 要有一個自囊 充分發揮自己的囚囊 那麼他也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他要一個具囊 要自己的生存 那麼就要溫定的工作 才要入亂研 保證他生活 好似陳春明一樣 不少的深井群眾 得益於李國貫的造血式扶貧舉措 今年37歲的李國貫 是一名土生土長的深井人 2012年回到家鄉 扎根基層服務百姓 為了準確把握 全鎮貧困戶的基本情況 作為鎮農辦副主任的他 堅持不定期走訪貧困戶 搭遍了全鎮18個村社區 同373條自然村 通過精準施策 做好扶貧工作 這個案件 經常來過訪問 來過訪問一下 口口聯盾 去收縮二次 問一下 李子銀工作 案件 經常都要招訪 為問我、簡訊我 他說 當然會面對自己的工作 和面對吉日雄農富的拘捕 他是一個很熱心的 很貫布 在精準扶貧工作中 李國貫注重創新幫扶模式 促進長效脫貧 他深入開展調研 將產業幫扶作為扶貧工作 重點離渣 建立起鎮黨委政府 加企業 加貧困戶的合作幫扶模式 促進貧困戶穩定增收 一 是鎮黨委政府 和銅鑼水電站經營承包者 簽訂台山深井銅鑼水電站投資協議 每年收益5.8萬元 二 是鎮黨委政府 與銅創農業發展家公司 簽訂土地出租協議發展重養業 每年租金21.7萬元 利用合作幫扶模式 將收益按實際情況分配給貧困戶 建立長效脫貧機制 真正促進長效脫貧 通過4年半的幫扶 所有貧困戶以全面完成八有指標 較好地實現了兩步投三保障目標 到年底可確保 如期高質量完成目標任務 半年以來 李國冠情系農村 心系農民 用實實在在的幫扶措施 幫助困難群眾 令群眾感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 他以外綱敬業的工作熱情 服務於農民 在帶領廣大群眾脫貧之父 走向我們小康生活的進程中 時刻發揮著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 作為一名當員 我會鞋舊政治站位 握實政治責任 努力去進政爭扶貧工作 深化政爭 傍負 攻堅 克難 進一步 公固 推特的成果 努力大量 存在人民 本小康